国内最大晶圆半导体风装厂日月光被告示环保局查获 将男子加工区内的K7厂高达5500公吨的制程废水 直接排进后进溪 且故意以地通报 并抽取自来水道采样潮工检测 中号上午告示环保局再组前往机场 1月1号周三晚间10点 公共电视独立特派员 废水的里程 2月1号周三晚间10点